跟大家分享一篇比較長的文章 是網上傳給我的 所以跟大家照讀 說這是范剛帝教授的長文 他本身是一個老台獨 但他包容統一的考量 還曾經建議台灣把故官的保密全部歸還北京 也放棄向美國買軍火 陸民之中還有人有點老 想解決問題 至少值得尊重 煩惱苦口婆心 把中美博弈分析得非常通透 而且直率 但願有決策權力和能力的人下定決心 策納瓦爾 而改完更章 說是發表在2022年4月10日 題目就是中國已經贏了 現今世界上 只有一齣電影 中美博弈 簡單總括一下 中國在30年之內 趕上西方300年的現代化 這30年來 應該學的都學了 結果 不但趕上 而且很多重要的科技項目 已經開始超越西方 我可以斷言地說 綜合角力 中國已經超過美國 所謂綜合角力 要看三方面 第一 經濟 第二 軍力 第三 科技 經濟最重要的 不是GDP 而是 工業生產總值 中國的工業生產總值 已經超過了美國 日本 德國 加在一起 全世界除了北美 和歐洲 和非洲 有一兩個國家之外 絕大部分國家的最大貿易國 是中國 中國賣的 主要是生活必需用品 而美國賣的 最大宗 就是武器 世界上需要中國 而不需要 美國 經濟是角力最重要的指標 歷史上所有的霸主 都是靠奴隸 略奪 戰爭崛起 中國完全靠自己的吃虎來勞 在三十年之內 趕上西方 西方工業化的時候 平均 經濟年增長率 是半之三 中國前一段時間 是半之十 現在還有五至六 這是人類歷史上的奇跡 經濟戰已經大贏 但很多人都未看得出來 要等到GDP 正式超過美國 那就等了 不用太久 軍事上看來 好像比較弱 因為武器水量上 遠遠是少於美國 例如美國現在有十三艘航空母艦 中國只有兩艘 但航母是二次世界大戰時的利器 現在是用來送死的 在有超音速導彈的時代 等於海上的墳墓 美國有三千多枚核彈 中國沒有說多少 但估計應該有幾百個 以數目來說 比較相差太遠了 但我講一個故事 聽說 尼克上去見周恩來的時候 對他說 我們的核彈可以毀滅世界七次 周恩來的回答就是 真的很厲害 我們只能毀滅一次 這才是重點 核彈多是沒有用的 美國二次大戰 在臨尾的時候 用了兩個 之後一直都不敢用 在越南 阿富汗 打輸了 亦都不敢用 蘇聯以前都很蠢 做了三千多枚核彈 把國府拖垮了 結果 國家解體了 亦都不敢用 中國 中國比較聰明 一開始有核彈就宣佈 我們完全為了自衛 只做夠 能夠阻嚇別人的攻擊 決不先發制人 亦都不攻打 無核國家 歷史證明 二戰之後 一直都沒有世界大戰 這個要歸功於核彈 雖然美國和俄國 一直都不敢 不放棄先發制人的威脅 今年1月3日 美俄終於接受了中國的立場 和其他聯合國五常 一起公佈 關於防止核戰爭和避免 軍備競賽的聯合聲明 覺得很清楚 我們聲明 核戰爭是打不贏 亦都打不得 為甚麼美國終於接受中國的立場 不是他心腸變好了 而是他知道 中國現在是有先發制人的能力 世界上的軍事優勢 從美俄中 變成俄中美 最重要的變數是兩年前 普京宣布俄羅斯 是有 而且部署了 超高音速飛彈 他不但超快 而且中途可以改變方向 沒辦法攔截 中國亦都有 美國 還未有 這個世界上 只有三個軍事大強國 中 美 俄 哪兩個加在一起 第三個就不要玩了 以前 中美聯合力 搞到 蘇聯解體 現在 中俄聯手 美國還可以稱霸嗎 美國簽了五國聲明 表示 這個世界上真正開始 會 很可能會有和平 大戰沒有了 但小戰一直會有 主要是美國發動 幾十年來 美國唯恐天下不亂 不斷地打 發動小戰爭 去試探 販賣武器 來維持霸權 但最近 小國都不要打 去年 阿富汗打了二十年 終於敗退 之前 敘利亞 俄國介入 也敗退 少少北韓 也不敢動 正因為 金正恩 有小型氫彈 小型氫彈 我本來不明白什麼 是氫彈小型化的 後來才知道 他做的是 電磁密充武器 EMP 一個EMP彈 在北美上空 500公里引爆 可以摧毀所有美國 加拿大的 電器設備 基本上 就把它炸回石器時代 所以 美國對北韓 完全 閉嘴 好像委內瑞拉 和伊朗這些反美國家 以前美國 早就打進去 現在不敢動 一方面有中俄在幫助 另一方面 美國已經金飛色彼 比大家想像 弱得多 我還未寫完這篇文章 正好爆發了俄國攻打烏克蘭事件 這次 俄烏戰爭台面上有四個玩家 美俄 歐烏 你猜 誰會贏 我看世界新聞 都以為 中美博弈的角度去分析 首先 歐洲一直想 美國 二次世界大戰 的美元 和北約控制權 獨立 所以建立了歐盟和歐元 亦想解散冷戰時期的北約 再成立歐洲的軍隊 而且一直想把俄羅斯納入歐洲 所以 完成了 北約二號輸入俄羅斯的天然氣 美國的利益 不允許歐洲夢 他是要打歐元 停止北約二號 要歐洲敵對俄羅斯 要增強北約 以延續 美國對歐洲的控制 這次 美國犧牲了一隻小羔羊 引狼入室 完全成功的 達到了他的目的 美國首先拆動顏色革命 推翻了民選 親俄政府 換了一個親美政府 一直敵對祖國 以美國為靠山 結果拜登未被問 如果俄國入侵 你會怎樣做 他說 要看大打或小打 如果大打我們會嚴厲制裁俄國 我們不會派一兵一卒 這不是公開邀請俄羅斯出兵是甚麼 普京比較笨 上了美國當 剛剛宣佈要派維和軍去兩個親俄共和國 都未出兵 美國就說俄羅斯已經入侵 而且開始制裁 江上又沒多久 德國首相暫停了北約二號 美國大量增兵不約國家 美國好像最大贏家 一來 美國軍工財集團可以大發 離市 離市 二來可以把原本不受控制的 得法再拉回美國的控制範圍之內 第三 北約軍事防衛 就變得牢牢要靠美國 第四 歐元將受到打擊 沒有辦法構成對美元的威脅 第五 美國經濟一塌糊塗 美元正好利用這次機會 等歐洲的美元回流 美國 減緩美國經濟崩盤 危機救了美國經濟 短期來看 美國好像全贏 但美國失去了 領導世界的 霸權順譽 就好像一隻後王 他統治整班猴子的時候 不是要靠打敗那些猴子 他是要透過打敗有力的挑戰者 亦利用戰果威脅 其他潛在的挑戰者 現在後王被縱猴看出來了 他的虛弱 這個對他以後霸道 霸道是致命的 俄羅斯雖然中了一屆 但起碼拿到兩個小的共和國 還有很多可能拿到更多的沃克蘭 都算是贏家 歐洲就最大輸家 他們想獨立自主的夢 現在又要被推遲 最慘當然是烏克蘭 這個做美國的傀儡代價 舊猶自取 這次事實 對中國是一個隱憂 中國 美國每次經濟大危機 都靠發動戰爭來解決 他現在的角力 不容許他自己開戰 更加不敢挑戰 俄羅斯和中國兩個大國 所以這次 詭異邀請俄國 入侵烏克蘭的起碼 普京沒有讀過孫子兵法 中了計 我以為俄烏戰爭 給中國賺了幾年和平 我錯了 美國自己是不敢動中國 亦都 亦都會公開宣佈 不會派兵來台灣 但是美國會 疏使台灣做踏出紅線的事 使習近平非動手不可 在東方炮製類似 烏俄戰爭的兩岸戰爭 對台灣來說是毀滅性的 不像烏克蘭戰爭 美國在第一時間動用了 非核電密充武器 摧毀了全國電器設備 坦毀了伊克蘭的通訊和武器 之後如入無人之地 俄國這次 沒有用這個密充武器 因為不想傷害平民 但戰爭拖得越來 對它越不利 畢竟 發動戰爭方 受到世界輿論譴責 經濟發展亦受到影響 如果台海發生戰爭 大陸一定會在第一時間動用密充武器 摧毀電訊設備 不讓台灣有機會 威脅大陸人的安全 很多人說戰爭 老根就停在二次世界大戰時的觀念 又看這次俄國 投鼠機器的做法 以為會拖很久 但這完全不符合現實 假如被迫非武統不可 大陸一定會先發制人 以現在他們的先進武器 一兩個小時就可以癱瘓了全台灣的通訊 和電器設施 以後 只是收拾的問題 中國 不講武統 不是沒有能力 而是不值得付出代價 中國的崛起是和平的 靠的是經濟實力 賣的是生活必需品 而不是武器 需要和平的國際環境 中國是現在唯一 維持世界和平的大國 武統台灣有損這個形象 反而會推遲了中國的崛起 世界被美國嚇了那麼久 還以為美國是老大 但美國軍方反而比較實際 認識自己的危險處境 我舉個例子 首先有關台灣的例子 川普就快落台之前 不是想刺激一下中國 派聯合國女大使來台灣 台方已經準備好接待他 聽說中國知道美國這個舉動之後 他的飛機起飛之後 打電話告訴美國 美方知道如果去台灣 解放軍機就會跟著來 結果他的飛機起飛在華盛頓上 鬥了好多幾個小時之後 終於下降 沒有來到台灣 還有更加明顯的例子 也是川普臨下台之前的事 很多人怕他會發動 發電 啟動核戰 美國參謀總長親自打電話給中國的軍方 首領 告訴他 萬一 總統下命令 軍方也不會執行 請放心 這是一個不可思議 滔天叛國的大罪 在任何國家都應該處死 他為甚麼會這樣做呢 他這樣犯這個通敵大罪 實在不得已 以他的立場 他知道中國知道美國的一舉一動 如果中國知道 美國總統發動核戰 一定會立刻反應 以他的超音速飛彈攻擊美國 軍方 都未來得及處理總統的命令 美國就會被毀 所以他無了大忌 實在是愛國之心 川普罵他是叛國 行規他宜州都沒事 由這件事我們看到 美國軍方反而很實際 只要自己實力已經 不如是中國 寫到這裡 不出所料 美國立即要派一個卸任 官員團來台灣 故意插紅線 想激怒中國 最好台灣亦搞過戰爭 幸好老祖宗有孫子兵法 習近平不是丁普 是不會上當的 這次美國眾議長又不來台灣嗎 結果中國說這個插紅線 會有嚴重結果 他立即宣佈 得到病毒 內情延期 科技方面 值得驚訝就是 在重大影響人類未來的科技項目之上 中國遙遙領先 譬如 量子通訊 核醉變研究 微中子研究 石物系和紋身材料研究 衛星動航 量子計算機領域 超高壓輸電技術 空間站技術 人工合成澱粉技術等等 我們可能聽都沒聽過一些名詞 但是 五到十年之後 我們生活肯定會被他們改變 其中最重要就是 量子衛星和 人工合成澱粉 先說量子衛星 它的重要性 跟上一個世紀 原子彈 同樣 誰首先發射量子衛星 誰控制了這個世界通訊業的命脈 中國在2016年8月18日成功發射了世界第一果 量子衛星 現在已經五年多 我還等美國趕上來 記得那一日 以後歷史會記住 這一日是中國正式 超過美國的一日 讓我說清楚 中國以前發明了磁器技術 這個技術中國保持秘密上了千年 一直賺到全世界的錢 中國 西方的工業革命 有多少秘密 中國再一千年都偷不到 幸虧西方科技的最大 發明電腦和互聯網 有個大漏洞 可以 黑黑進去 很難保密 所以中國三十年就學所 全部了 而且開始超越 這個 好了 量子通訊的功能就像現在的數字通訊 但是 不但上千萬倍 最重要是完全保密 中國的新發明 沒有人偷得到 最近中國在量子科技上取得一系列的突破 除了世界首個 量子衛星 默子號之外 中國有量子雷達 北京上海已經見了一條 兩千公里長的量子通訊線路 和世界首台的光量子計數機 的揚機九張 中國的量子通訊專利超過三千項 遙遙領先於美國 軍事上 中國已經可以保密 而美國沒有辦法 軍發有言 知己知彼 白戰白勝 美國還可以打嗎 有人問 中國花了那麼多錢 去發展量子 衛星和電腦 還看不到 對人民生活有什麼用途 沒錯 這些超先進的科技突破 黎民用雙用了一段距離 但好像核能技術 首先都是用在軍事上 因為現實世界 就是當務之急 先贏了中美博弈 再發展 雙用都不遲 有人會問 你說中國科技這麼厲害 但眾所周知的晶片 落後又如何 這也是軍事和雙用之別 軍用根本不用用兩納米 這麼小的晶片 中國不是已經 有核彈和高超音速飛彈 他們都不需要用小晶片 需要小晶片是雙用品 好像手機 本來市場上可以買到的 他們就買 你想卡它 只是逼它自己做 建工廠要時間 中國沒有別人可以做的 自己做不出來的 你看兩年 你看兩年之後 中國會不會解決 晶片問題 到時中國做的白菜架晶片 看你現在晶片巨頭 怎麼搞 還有 晶片是 在現在的數位通訊的必需零件 幾年之後 當量子通訊 替代了 數位通訊之後 不需要晶片 它就會變成古董 科技上 中國還有一個更大的新聞 這是一萬年來人類最重要的新聞 一萬年前人類發明了農業 之後人類跟其他動物不同 靠採集和打獵超出 吸取我們的食物 有了農業之後 我們就可以自己種植我們的食物 最早的文明都是起源 於大河流域 容易發展農業的地方 人類的歷史 跟農業息息息相關 雖然現在大部份農業已經機械化 但仍然是靠天吃飯 依賴植物的光合作用 把二氧化碳 和水變成澱粉 人工合成澱粉 使人變成神 能夠直接從空氣之中 和水 拿到食物 中國的技術團隊表示 希望未來五至十年之內 建立起工業示範 理論上一六方米大小的場地 連產澱粉量 相當於五畝 肉米地的連產澱粉量 這是幾驚人的天大革命 人類解決了糧食問題 沒有饑荒 沒有了搶食物而產生的戰爭 農業工業化之後 一方面大部份農地會釋放出來 恢復成為森林 解決現在嚴重的環境問題 農業是環境最大的破壞者 因為它把地球上絕大部份的平地 變成單一的農作物耕地 另一方面 很大部份人類 會從中生餵食而勞動的生活 釋放出來 開始過著人的生活 吃的問題解決了 其他問題就好搞了 農業帶來文明 亦帶來諸多的問題 很快 幾十年之內 人類就會進入另一個世界 一個和平 協和 休閒的大同世界 這個不是烏托邦夢想 而是有經濟 物質條件 可以預料必然發生的將來 而中國會主導這場 萬年來 人類生活方式的變革 總而言之 中國實際上已經超越美國 美國近三十年來 一直忙著打仗 突然醒來發現 已經被中國超越了 所以川普會說 他要美國重新偉大 只是因為他知道美國已經 已經不再偉大了 美國以為現在 他是最後機會把中國壓下去 可以發動貿易戰 開始川普很有趣 他立即可以拿到很多錢 但關稅是誰出的 不是中國 而是美國的出口商 他們給了關稅給海關才能拿到貨 再加價轉賣給消費者 這個差價早晚會反映在市場上 所以美國消費者現在面臨著 三十年來最大的通脹膨脹 通貨膨脹 貿易戰破壞原有的經濟次序 雙方都會受傷 看看誰的忍耐力強 我在兩邊都住過十十年 我覺得沒得比 中國人經過百年戰亂 吃過虎 吃得虎 習慣上 家家都有儲蓄 美國人沒吃過虎 習慣過著世界上最舒適的生活 我在北美四十年 每年薪水剛剛夠用 從來都沒有儲蓄 近來想起一個統計 百分之七十五的美國人的主蓄 少於一千美元 而且大部分美國人 住的房間是分期付款 開過車都是 以前生活 還覺得 靠的是中國利的 便宜貨 以後他們的生活 怎麼過 有人迷信美國太久 又受反共教育太久 他們說美國正是 抹落的 沒有 他們這樣 怎麼會說美國正在抹落的帝國 中國現在正在崛起的大國 他們都不敢相信 但我再講述一次 一個目睹的事實 在這次疫情 中國死亡人數不夠一萬 不夠四千 教授 四千多 不夠半萬 而美國以中國四分之一的人口 總共死亡 快一百萬 超過一百萬人 教授 以任何標準 請告訴我 哪個政府比較有效地保護人民生命 有得給什麼 一個政府的第一任務 就是要保護人民的生命 最重要的來看 中國政府是全世界最好的政府 這不是我講的 哈佛大學 金乃迪 政治學院 ASH Center 治理創新中心 ASH Center for Democratic Governance and Innovation 近日發表了一篇 長期研究報告 顯示中國民眾對政府的滿意度 是逐年上升 2016年更加高達 93.1 你能夠找到更加好的政府 請告訴我 2020年經歷之後 現在中國人民支持 中國的中央政府 是98點多 以我判斷 中國已經贏了 但是絕大部份人來說 還是不明顯 但是 很明顯的勝出 令大家深服口服 要等兩個指標性的新聞 一個就是中國的GDP正式超過美國 第二就是中國航天人 登陸月球 這也是幾年來的事 到時候 美國也會深服口服 台灣問題會 水到渠成 自然統一 最不得已 亦可以兵臨城下 以北京方式的和平 落幕 最近我在網絡上看到 大堆叫武統的言論 我覺得這是 中了美國的計 好像美國在歐洲 一直鼓勵 烏克蘭挑釁 俄國一樣 希望俄烏打起來 而從中得利 在東方亦一樣 大喊大陸計劃武統 台灣需要多買武器 也希望兩個打起來 推遲中國的崛起 它可以如翁得利 還有一個很受歡迎的論調就是 武統一怎樣崛起 怎樣復興中華文化 這個論調我覺得有點奇怪 太飽 台灣看得太重了 中國崛起 要怎樣靠台灣 台灣沉到海底 中國照樣崛起 現在沒有統一 中國不是已經崛起了嗎 所以我勸兩岸急統派 不要急 不會拖很久 但是要談急 我最急 我已經86歲了 我最想有新之年 看到統一 但我不但不急 我天天 開心 因為我現在看到中國崛起 而且 世界上已經超過了美國 我上面所說的細節可能有錯處 但大方向 絕對沒有錯 我不是反美 我亦都不希望美國大亂 我自己有美國籍 我家裡一半是美國人 我有很多美國左派的好朋友 他們也反對美國的帝國主義 反對美國軍工財集團控制政府 他們希望美國變好 可惜人太少 希望有一天 他們聲音會變成 主流 我亦都很希望 我亦都很希望有一天 中國是差的 其實華僑是相反地 希望中國能夠崛起 而我們可以做 僑兩個角色 華僑 那個僑是 木字邊 不是人字邊 這是我最希望做的角色 多謝大家的 陪伴我現在 這篇差不多半個小時 多謝大家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